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第一堂课 我们将从中国朱蒜的历史 讲起 朱蒜的声音 用它的深邃 折服在历史的长河中 入耳边吟唱着一首古老的歌 转轴拨弦两三声 未成曲调 先有琴 这脚踩刀模 精工制作出的蒜珠 就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 近着古运 载着华彩 镶嵌在中华文明的 朱蒜之歌中 历史 由文字记载 才能流传千年 早在两千年前 中国便已创立了 科学并且完整的算学体系 朱蒜 是中国算学体系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朱蒜 蒙于商周 始于秦汉 成于唐宋 胜于元明 汉代数学著作中 已有朱蒜记载 仅唐宋元时期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 明代达到鼎盛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 近代经济发展史上 驰骋公亚的近商 举世主物 举商贸之大业 经营范围 包罗万象 夺金融之先生 钱庄票号 汇通天下 算盘 也是当年各大票号 商号中的必备之物 秋风和烈烈 白鹿为昭霜 一生走嘞 唤醒了沉睡中的老宅 马蹄声 车缘声 和蒜盘声 交织一体 营绕在 班部的灰墙上空 回荡在寂静的山谷 消失在 万里长路的 漫漫征途中 这是五百年前的 中国初算 自在为今天的一带一路 做历史 铺垫吧 中国初算 是以算盘为工具 按算理算法 为理论体系 运用口诀 通过手指拨珠的形式 进行的数学运算 算理算法 是历代中国人 关于数的运算法则的 归纳总结 算盘 更是当时 社会的经济建设 文化发展 科技创新等领域 不可或缺的计算工具 历史的画 开了又谢 谢了又开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是我们必定要经历的阵痛 新中国成立后 珠算得到了普遍应用 算盘作为计算工具 为新中国在航天 军工 教育 测绘 兼容 财务 工程技术和建设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7年召开的 全国精神能力建设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 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 习主席将他 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 他就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黄旭华 黄老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 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六十年前他接受了建造核潜艇的任务 黄老回忆说 未来一个数字 我们往往要算很多 都是天 我们当心他算的结果 不准确 打得算盘 时间一长 可能失手 那怎么办 我们就封锁两组或者三组 同时计算 计算的结果 如果你得三 我得五 那不是你错 是我错 不是我们两个都错 那怎么办 从头上来 第一次要打 打到什么 打到大家的结果一样 我们才相信了 我们的同事 认识 咬紧牙关 可无怜言 毫不夸张地说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 都出自于珠蒜 1950年 教育部颁发了小学算术课程暂行标准 将珠蒜列为算术教育的内容 珠蒜纳入课程体系 为了避免笔算术算重复教学 出现了三蒜结合教学改革实验形式 这一举措 极大促建了珠蒜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三蒜结合是充分发挥珠蒜的工具作用 以口蒜为基础 笔蒜为重点 把口蒜笔蒜和珠蒜 有机结合的一种数学教改模式 1978年 全国实行统一教材 三蒜结合教改实验被叫停 但由于三蒜结合教学模式 不仅一教一学 更有利于学生较快掌握数学运算方法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而深受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1980年的再次兴起 八十余万人参加实验 其规模和人数 实属小学教学单科改革之冠 1979年10月 中国珠蒜协会成立 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了 珠蒜事业的蓬勃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财经大专业校 将珠蒜列为必修课程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小型计算器的出现 产生了强力冲击 珠蒜的计算功能逐渐退居第二位 被计算机所取代 值得欣慰的是 并未影响当时珠蒜界专家学者和学校教师 继续研究探索三蒜结合珠蒜教育的积极性 许多学校并未停止探索 而是在继续坚持着 他们以不懈的努力 在三蒜结合教学实践基础上 创新发展出珠心算 这是珠蒜发展的高级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002年10月 世界珠蒜心算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2004年9月 在财政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在唐校微院士的带领下 浙江大学和中国教育科学院等院校 开始珠心算教育的脑机制 和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的作用 等课题研究 历时五年取得丰硕研究成果 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12月6日 中国珠蒜博物馆正式开关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珠蒜专体博物馆 也是中国珠蒜心算协会 少儿珠心算培训基地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珠蒜既是树的知识和实践的直观体现 更是中国人情感认同的载体 即使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 中国人心目中的珠蒜情节 仍然根深蒂固 正是这份真爱 坚守和付出 耕耘了希望 收获着未来 缠造淋雨镜 鸟鸣山更优 2008年6月7日 珠蒜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3年12月4日 中国珠蒜正式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是我国第三十项 被列为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 珠蒜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 伴随中国人经历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 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 中国珠蒜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 尤其是提供了一个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珠蒜的高度评价 这是中江电视台《挑战不可能》的节目 朱新蒜参赛选手 吉林研编朝鲜族姑娘吴美玲参加了挑战 她挑战的项目是 二十比三位数双脑障碍闪电算 这在国内外还没有人能挑战成功 主持人唯一打击完毕 最后三二一 解开解开 挑战成功 我仍然不会放弃继续上脑心算 往后更大位数更快的挑战 今天再往上上就是四位数 目前是没有任何选手能做到九位数的散电心算 中国的选手说不行那就是不行 而美玲不负众望 她的挑战成功震惊了所有人 更显示出朱新蒜的巨大魅力 位于我国吉林省和荣市东北部的八家子郑 中南小学是中国现代朱新蒜教育的摇篮 少年制则国制 少年强则国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只有文化长存 一个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对于朱蒜文化 最难的在于传承与弘扬 当地政府在人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 保持了朱蒜文化的活力 而多方联合进行的 关于朱蒜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更是保障了朱蒜文化的发展力 朱新蒜是以朱蒜为运算模型 以朱像为基础 并通过朱像操作的高度自动化 而实现朱蒜内化的一种心智活动 浙江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联合课题组承担的 朱新蒜教育脑机制研究 研究成果得出 朱新蒜神经机制与普通新蒜有差别 朱新蒜加工过程更多依赖视觉表征空间 而普通新蒜则更多依赖语言表征 朱新蒜儿童脑白质一致性和记忆广度等 显著高于普通儿童的重要结论 朱新蒜具有开发儿童的旗帜作用 学习重新蒜不仅有利于大脑神经网络的发育和构建 通过双手播出 听和看等珠蒜和新蒜活动 更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注意力 观察力 记忆力 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等 同时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磨练孩子们的意志 增强团结合作 与竞争意识 2012年 经教育部批准 在全国成立的9个朱新蒜教育教学实验区 以地方课 校本课 科普课 托管课等不同形式 开设朱新蒜旗帜课 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6年10月 教育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朱蒜新蒜协会 极大的促进了朱新蒜旗帜教育的普及与推广 近年来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朱新蒜教育被各国引入 不仅阿联酋 率先准备将朱新蒜 列入小学课堂必修课 印度与巴基斯坦 匈牙利也开始在小学生课堂学习上试点朱新蒜学习 目前准备引入朱新蒜教育教学的有一百多个国家 已经开展朱新蒜教学的有三十多个国家 中国朱蒜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 它结构简单 易于操作 易于携带 为人们广泛使用各种算计的计算运用体系 蕴含着新蒜的机理 中国朱蒜的算法算理的形成 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入 朱新蒜独特的启智教育功能 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朱新蒜教育的实践在中国 已然成为横勃发展之势 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朱蒜以其文化和科学的特质 走向了世界 朱蒜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国宝朱蒜 融制聚会 新货相传 绵延更续 尺寸任未业 资助助风碑 中国朱蒜正焕发着新时代风采 一路高阁 走向世界 奔向未来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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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妈妈,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